不曉得你在跟高手下棋的時候 常常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好像在想什麼 然後高手都知道 而且不但知道 他連你的弱點是什麼 他都知道 而且他在棋局當中 他還可以 故意設下 你常常在思考上面慣性的弱點 然後讓你不斷的掉入他的陷阱 最後一直犯低級失誤 而且這種低級失誤 從事後復盤來看 你都會去想為什麼我當時會那樣子犯錯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 高手 已經在當場 抓到你的心裡的想法 所以呢今天我就要跟你講 一般圍棋高手都 不會告訴你的操縱人性秘書 OK那我們就用簡單的一盤棋來帶入 那這個呢是 我記得我在年初的時候我跟一個 完全不會下圍棋子 知道怎麼吃棋子的一個朋友下 那基本上 所有的圍棋入門 他的棋是最容易 反映出他的個性的 所以我用這一盤棋來跟你講 你會更理解說高手 這樣子去操縱你的心理的 OK 那最後我也會告訴你說你要如何去預防 不被操縱 這樣子高手操縱不了你心裡的時候呢 他就不容易 他就沒有辦法一直下浪子棋 然後把你殺爆 OK 好 那基本上 所有的圍棋入門 剛進來下棋的時候 他的個性是最明顯的 他的個性呢 只會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個性不是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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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就是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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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一下攻一下手一下攻一下手 因為這個不是他的性格 所以呢通常我在下棋的時候 我第一手棋 我一定會先跟棋子 先碰撞一起 我要去了解他的個性 是屬於 攻擊的 還是 防守的 那基本上他只要去 緊到我的棋的這三手 那他的性格就是攻擊 他如果是 選擇 這種 加強這一顆的棋子 加強他的棋的話 那他的個性就是防守型的 所以呢 只要呢他選擇班 那他的性格就是攻攻攻攻攻攻 所以我就會怎麼樣 在這個時候我就會跟他做切斷 因為像這種扭斷 在周圍都沒有白棋子利的情況下 扭斷 黑棋 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 藏一邊 無論是藏這個 或者是藏這個 藏這個或者是藏這個 可是剛剛我們講到了 當他第一手棋會選擇班的時候 他通常在後面的很多步棋都會 攻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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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當你切斷的時候啊 如果他選擇這個或者是這個 或者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防守型的 所以呢 但是他 他的個性就是攻攻攻攻攻啊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他有很大的概率 會走在這邊叫吃 或者是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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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他實在呢可能是走在這裡 具體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呢其實 原理是不變的 然後呢 他通常叫吃完的時候呢 會在叫吃第二手 然後呢 有時候呢他會繼續去追 繼續去追 然後呢你走這裡的時候啊 他就會繼續去追 他會忽略掉自己需要防守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把他吃掉的時候呢 他呢可能會想說啊我怎麼被吃掉了 然後呢他可能會繼續攻原來的這三顆子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走這邊 他可能會走這個 那你走這個 他有可能 會繼續想要去攻擊他 因為他的眼裡就是攻攻攻攻攻 OK 然後這個時候你把他吃掉 他就發現啊 為什麼我跟你下棋 你永遠都在吃我 好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會跟他說 因為你下棋的時候永遠只是在想攻擊別人 你沒有去注意自己有弱點 要先去防守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呢 跟他講說你要懂得適當的防守 他就會選擇防守 OK 但是問題來了 當你給他一個置入一個信念 一個概念就是說 下棋不是只有進攻 而是你要會防守的時候 他的腦袋潛意識會跟他說 原來下圍棋的時候呢 不能下攻擊 要下防守才會贏 接下來呢 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 你走在這裡的時候叫吃了 這裡是打到死亡線 對不對 他剛剛聽到你有給他一個觀念是 我有棋子被叫吃了我就要去跑 我要去防守 所以他就會把棋子往這裡跑 然後呢 你就把他打到死亡線 他呢 不知道 這個叫死亡線的概念 他就會繼續跑 然後呢 你就從這裡叫吃 我還特地從這裡叫吃不是從這裡 為什麼 因為從這裡叫吃他跑這裡只有跑一點點 但是啊 走這裡叫吃他就會跑很多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去走別的地方 比如說 我可能會走在這裡 他就有可能會繼續跑 因為他 腦袋已經直入一個信念就是說 原來下圍棋是要先防守 所以他就會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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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然後呢 你就可以這樣子一直叫吃讓他 環遊世界的跑 然後這一盤棋他就輸掉了 他就會說 為什麼我每次在跟你下的時候你都知道我在想什麼 OK 就是因為 圍棋他是一個 在適當時機點他要攻 手攻手攻手去做交換的 的遊戲 他不是一味的攻攻攻攻攻跟手手手手手手手他需要透過很多很多的概念 OK 那比如說呢我在跟一個學員做教學的時候呢 我說這個棋要這樣子爬完 然後選擇搬 然後他們就會很擔心一件事情就是這個在白棋的茫茫人海裡面 黑棋要在裡面做活 他覺得 不太可能 而且他又覺得這種棋搬 很容易被切斷 OK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切斷你沒有看到這個是跟真子有關可以把白棋吃掉嗎 他就說 沒有啊這個白棋跑跑跑會跟 他聯絡上啊怎麼可能會吃掉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我就 證明了給他看 好到這裡的時候白棋這樣跑 黑棋這個一叫吃 白棋是不能連上 看起來好像可以連回家 但是只要一連回家 還是只有一口氣 被黑棋給吃掉了 所以他就覺得說 原來真子這麼有學問 所以以後呢 他看到斷點的時候 他有一個腦袋的信念就是他如果切斷了 真子 如果對他有利他就 他就可以切斷 真子對他不利 他就不能切斷 但是他腦袋只有直入這個信念 是一個 非常恐怖的行為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下一個畫面 好 這一盤棋呢下到這裡他是白棋 然後呢 他上一手走這裡拐 那他走這個拐有一個非常大的用意 什麼用意呢就是 他 因為當這裡沒有的時候這個衝斷 有可能這裡會被黑棋做一個引針的動作 因為黑棋下一手可以切斷 那白棋黏的話這個就是可以把它針掉 對不對 可以把這一顆子針子吃掉 那這個時候呢所以他就想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先在這裡多拐一下 然後呢黑棋實戰是走在這裡 他就發現了 這個我只要一衝斷 他針止就不利了 他腦袋已經有直入一個信念就是 只要對方針止不利 他就可以去衝斷 OK 可是啊 這個地方呢正好就會被高手 拿來 反制你的作用就當你直入一個新的信念 當你不會靈活運用的話 這個新的信念 有可能高手會在某一個局部呢去設下另外一個陷阱 讓你呢 在那個新的信念呢剛好在這個局部是不成立的 OK 所以呢這個時候他斷的時候其實黑棋 他當然是不能用針子 但是啊黑棋有另外一手 有另外一個手段叫做釣子 就是先從這裡叫吃 然後呢 再從這裡叫吃 當你跑的時候 再從這裡叫吃 不是針子喔是從這邊跑 然後呢 再從這裡壓 那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黑棋他這個已經跑出來了 然後啊 白棋 這四顆子有危險 可是你如果去跑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黑棋這一間過來 這全部白棋都死在裡面 那如果說你現在很擔心這一件事情 你呢 要 去 走 這個 但是這個可能也不太成立因為黑棋只要這樣叫吃 然後呢 再叫吃 你這個是不能這樣跑的因為呢 黑棋可以叫吃完 然後從這裡打吃變接不歸 OK 好但是啊 黑棋白棋是可以從這裡叫吃 但是呢黑棋只要黏上 這個打吃還是接不歸 所以白棋要黏 然後黑棋在正常的叫吃完 這一立下 白棋這個地方是 沒辦法跟黑棋殺的啦 OK 如果白棋走這邊 我們可以煎一個 然後呢他走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擠在這裡 然後他走這裡的時候呢我們可以叫吃 那白棋是黏不起來的一年就 全部都死掉 OK 所以呢其實 很多時候 當你腦袋植入一個新的觀念的時候 你還要會去靈活應用 但是呢我知道很多人在剛學完之後呢在靈活運用這一塊 會非常的弱 為什麼因為你沒有去做深度 學習 你學完一樣東西之後你必須要去靈活運用的話 你一定要有深度的學習 怎樣是深度學習就是 你可以去多方的去參考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見證 到底是不是符合你新學習的這個觀念 那要怎樣做到深度學習呢 我自己有錄了一個免費的這個教學影片 你呢可以 在下方的有一個 連結 那這個連結呢是 我最近呢 錄製了一個新的節目 那原本他是要付費的但是我現在想說免費公開 那他的節目就是三個思維改變你學為其大腦 OK 那裡面呢就有講到這個深度學習的好處 及作用可以怎樣協助到你 是一個極位的要怎樣子 身段並且在對局當中 可以靈活的去應用OK 那如果你不想要錯過這個 免費的影片 因為我之後有可能會把他放在付費的影片裡面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呢你可以點擊下面這個連結 希望能夠對你有幫助 也希望你能夠 深度的學習去靈活應用OK 好那 我是Google先生 你還想要聽什麼的節目呢 最近我也會去把我的 GoClub裡面跟學習 因為我最近很久沒有錄影片就是因為 我一直在GoClub裡面去跟學員做 互動交流 去了解他對局的一些心理狀態 然後呢去出課程 那我也蠻開心蠻享受在這個過程當中的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好那我們就 之後見 拜拜 拜拜 拜拜